近期西港发生了多起设计中国人的恶险案件 导致多人命丧西港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昨天也不得不出来发文提醒在前同胞 要节省字号远离赌博 但除了赌博之外 在柬埔寨还要警惕毒品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福建男子就因吸毒过量在西港身亡 1月26号晚上6点半 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男子 在西哈鲁克省医院去世 经医生和警方验试后确定 死者是因为吸毒过量致死 据悉死者郭某今年33岁 生前居住在西港某家酒店内 即昨天中午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 但没想到 昨天晚上就命丧西港 目前死者尸体被放在西哈鲁克省医院内 等待其家属或中国驻前面这大使馆善后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西港发生了多起涉及中国人的恶心命案 述人因此命送他乡 1月21号 一名中国男子在西港被多名同胞当街相杀 勾起了大家对爆口港的记忆 1月24号 西港两名中国男子因携带电棒进入酒店被捕 1月25号 西港一名中国男子在给酒店隔离的旅客送餐时夹带毒品被捕 1月26号 西港一名只穿着内裤的中国男子从13楼追下 并入陆附近居民家的厕所后身亡 死相相当恐怖和击惨 短短六天 西港就有三名中国人因枪击坠楼毒品死亡 逼得中国驻前不债大使馆不得不针对近期的乱想发生 大使馆表示 近日 前不债接连发生多起涉及中国公民的恶性暴力案件 数人因此命丧他乡 中国驻前不债大使馆再次就涉赌问题发布领事提醒如下 从近期在减发生的涉中国公民恶性案件看 多数因赌博而起 提醒在减公民一定解身自靠 千万不要沾染赌博 此外 大使馆还提醒大家 要警方高薪招聘陷阱 并指出网赌人员必然会受到制裁 还欢迎举报和投案之手 收看更多节目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 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张好 我们明天再会